你要去在乎別人的想法 但是不要去在意別人的想法 這是有區別的 有什麼區別呢? 我在意 各位朋友們 你周遭是否有很多這樣的人 就是他在無意識的情況下 他就是常常的去詆毀別人 降低別人的自尊 想要把別人踩在腳下 覺得別人都不好 只有他自己最好 非常多這樣的人 而且也許每個人在潛意識當中 只要有這種不健康的自尊存在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 只是他有沒有講出來而已 有些人社會話比較好 他沒有講出來 有些人他會講出來 你周遭也有很多很愛詆毀別人的人 你並不孤單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即是如此 皮特在以前就講過了 我們身處於這個宇宙 這個世界 他並不希望精神強大 如果我們精神強大的話 我們不會來到這裡 會來到這裡 就是我們在玩的這個遊戲 這個考題 考驗 測驗 我們在身為人的情況下 是否能夠去度過這些考驗 度過這些試煉 然而你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 所有人都對我們不好 所有人都詆毀我們 然後想要控制我們 或者是 都是自我中心 其實這很正常的事情 為何要執著於此 潛意識層面的東西 只要我們潛意識層面 一直在追尋 一直在追求一個 我比這個世界優秀 我比這個世界好 我想要 improve 我想要增進自我的 這個概念 而且是有目的性的 那終究我們在潛意識層面 會認為 喔 我想要 跨過 眼前的另一個課題 因為我是主體 我希望比課題還優秀 別人不是主體 我才是主體 有這個主課題的概念 所以 比較可惜的意思一點 現今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覺察到 他們自己在詆毀別人 他們自己潛意識層面 看不起別人 因為他們不詆毀別人的話 他們找不到這個價值感的來源 找不到自我在哪裡 所以說 他們潛意識的不斷去詆毀 形成了一個固有的模式 來滿足自己的 一個生命的安全感 換句話說 他詆毀別人跟你吃飯睡覺 是一模一樣的原因 他不需要任何原因去詆毀別人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 眼前他這個 詆毀別人的能量 就說明了他這個能量 他這個個體的能量 是處在哪個意識階層 你應該是要可憐他 而不是要去討厭他 如果你討厭他的話 代表說你也被他影響了 你的能量也被他牽著走 說真的他詆毀你 我們也不會少一塊肉是吧 這個世界還是一樣 不希望我們精神強大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說服別人自己在做的事情 是有價值的 不管做什麼事情 甚至做垃圾食物 甚至做毒品 他心中都有給自己一個理由 去說服自己 為什麼要走向這個惡 要走向這個事情 為了家庭 為了生存 你看絕命毒師 他在這個過程 他做這些壞事 用他自己家庭去說服自己 來削減他自己的罪惡感 但是他終究沉沒了之後 他對自己誠實了 他是為了自己 是吧 在那個時候 不管你是 惡魔 你是天使 你都是精神 精神力量很強大的 因為你對自己誠實 不論在什麼狀態 也許我們會遇到別人一直詆毀你 一直告訴你事情應該要怎麼做怎麼做 這非常有趣 價值觀的投射 有些人是用更理性的交流的方式 也許他潛意識層面 他認為他的經驗比你多 那這些重要嗎 這些是否重要 不管那個人是再有經驗 再 老師等級 中師等級的人 沒有一個個體能夠用個體經驗去理解 整個宇宙 當然有很接近這樣的人 也許佛陀耶穌 他 他的這個個體經驗都不存在的時候 他可以很接近那樣的境界 但是 他仍然來到這個肉身 這個世界 詆毀別人 消遣別人 很顯然的是 很顯然的是 人類經年累月的演化 一直很習以為常的事情 而且 正因為如此 才有商機 因為 每一個個體的過程來到這個世界 都是走向這個 因為有這個胃的存在 有能量的輸入 輸出的存在 如果沒有能量輸入 輸出的存在 我們沒有必要去做這些事情 正因為有這個胃 他需要食物 他要說服別人 來給他食物 那如果說 他不先急破別人的觀點的話 那他拿什麼來說服別人呢 當然 從小生長在這樣環境 這樣商業模式 家族的一個小孩 他可能先天鼓勇 他就是形成一個 不斷貶低別人來提高自己 身價的一個行為模式 所以不管今天哪是你遇到朋友 詆毀你 上司詆毀你 同事詆毀你 甚至你的情人 你的家族的人詆毀你 你要明白一點 對自己誠實 為什麼 他們會這樣做 是因為 我們好欺負嗎 還是因為我們懦弱 還是因為 我們不會反擊 都不是 是因為人先天 故有存在的 詆毀人的 這個生命模式能量 今天即使你 鬧得不愉快 但他那個能量 仍然還是在的 你也可以去表達這樣的能量 就是去反擊的能量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反擊的過程 你不需要運作任何的負面能量在你身上 你就是純粹的一個表達不滿的一個形式 去保持著你的原則 就可以 不需要往心裡去 因為皮特看到很多人 對 也許對這個世界 在他的世界觀裡面非常的失望 認為這個世界為什麼不美麗 不美好 所有人都沒有同力心 為什麼為什麼 一堆個為什麼 但是 這個世界即是如此 即是天使跟惡魔的化身 即是痛苦與喜悅的合一 形成一個完美的整體 我們實在是沒辦法去扭轉別人 當下的意識狀態 你總不能 他是一個很自我中心的人 他喜歡講別人壞話 他喜歡攻擊別人 他喜歡在背後捅別人 因別人 大腦在他身上 你有辦法改變嗎 你沒有辦法改變 關鍵是我們如何不要被影響 如何不要被影響 就取決於我們是否 真的能夠看清 一個人 他的心中 是如何把自己跟宇宙分科開來的 是如何想要 踏在這個世界的腳上 去滿足他那個 我的一個存在 去保持他一個我的存在 這些人一輩子都生活在 害怕與恐懼之中 一輩子都活不出自我的感覺 一輩子都體會不到 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這已經夠可憐了 你不需要再去對他火上加油 反其道而行的是應該放下 不管有什麼樣的狀態 什麼樣的情況 什麼樣的負面的感受 或者是你當下 他成功的去 激起你的憤怒 那此時你就明白 你的意識狀態 還是在成長當中 還沒有到一個點 讓其他人都沒有辦法影響你 其他人的觀點 其他人的價值 我常跟觀眾朋友講 你要去在乎別人的想法 但是不要去在意別人的想法 這是有區別的 有什麼區別呢? 我在意 我在乎 代表我真的關心這個世界 我真的關心每一個個體 用愛與包容的心態去 交流 那在乎是 你用你自己 所創立的這個價值觀 你個人的我值 去跟對方的價值觀衝撞 這不會有任何的意義 而且如此一來 這個社會只會 人與人之間的代溝越來越大 大家達不成共識 當一加一不再等於二的時候 開始小於二的時候 人們 就慢慢的 走向一個比較消亡的狀態 就像現今的世界一樣 慢慢的在 往內說 愛你身邊 愛詆毀別人的人 這個愛並不是愛他的我值 是愛他我值背後的那道光 我值背後的那個閃亮的星塵 每一個個體 每一個 人 都有的那個精神的能量 不要用我值去愛對方 用真實的情況 去擁抱 放下 不處理 通常會有最好的效果 好 今天的影片 Peter分享到這邊 本頻道還有很多心靈成長的影片 跟Peter跟觀眾朋友深度談話的影片 喜歡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祝你們都早日找到內心的平靜 我們下次見